烈大夫中医教室主持人张怀烈中医师 好,来到烈大夫中医教室 今个星期的第二节 烈大夫,更新一下我,你的杯杯清是什么情况? 我的杯杯清就刚确定了 香港现在我们四间诊所 亦都可以销售我们以这个食物的健康食品的一个注册 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喝酒多,想清一下肝 然后就比如有些想睡觉 或者Hannover要睡觉 即是要醒酒 或者你可能有些宿醉情况 这类的状况 你要令到自己个人清醒一点 这些健康食品都是很适合各位的朋友应用的 说真的,杯杯清我都很期待 现在开始喝酒少了 久不久喝烈酒 或者喝威士忌 哇,两匹呢 即是第二天早上都很适合 那些Hannover 耐久了 你感觉到 那个复原能力是慢了 是的 会啊,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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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这一排呢 我这个月我减了酒 我减了酒之后呢 我发现呢 就立刻那个适应性了 那每一个人呢 身体的体质呢 是会有一个tuning的 譬如那一排 你吃牛肉 忽然间少了 你吃protein 你吃蛋白质少了 那你就特别容易摁难屎 是吧 这个自然而 包括好像我们喝酒 好了 我以前呢 就喝十罐啤酒的一天 接着呢 我忽然间 我就停了 接着我停了 我停了几天之后 我喝回一两罐呢 我已经去回个开心的状况 那这个呢 就是 你的身体呢 就自己会回复回去 基本那条 那条baseline 那条基本那条线 一去回那条线呢 那你就特别容易上 那所以这类的朋友啦 那其实呢 你说是否需要用回杯杯清呢 可以 会令到呢 你自己个人啦 那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上头 没有那么容易醉 其次就是第二天啦 比如你喝完带走啦 你brandy好 你whiskey好 或者在台湾 那些朋友喝高粮好 高粮好 那就是不知道有些朋友 有大陆啊 回到大陆啊 然后喝茅醉好 那如果呢 你本身就容易出现 Handover 第二天呢 就会觉得 软软的啊 个人是猛猛的 那其实呢 在喝酒之前 那就可以吃一下 这类型的健康产品啦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天呢 在Handover的情况下 你如何达到sober的状态呢 那如何可以清醒个人呢 那其实这一类呢 对于肝脏 可以清肝的 这些健康产品呢 也都非常适合的 嗯 明白 好了 这一节呢 我也想跟你研究一下 就是你开发一只新的中药呢 是你有些股方啊 就是根据啊 还是你自己在医学里面 找一些理论啊 然后是用不同的ingredient 然后出自己的一条方言 然后找药厂去帮忙去练制呢 你可以说一下 应该怎么去做的 就是在你的过程 生产一个药物的过程里面 是 因为呢 我们如果啦 以现代制约的方式啦 那其实呢 就先进很多的 就不像你现在的背景呢 那这个呢 就是老人家啦 那其实是正代的一个名医啦 那我们经常都是会说 这一个医师 那时候练丹 然后练一下练一下练一些火药出来的嘛 那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练了火药出来 那他是不是会自己吞火药呢 吃火药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练单呢 练单是一个内收和外收的过程 那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外单呢 我们通常都是说 他不停是用一些 不同的成分的药物啦 然后牛制啦 然后用高温啦 然后可能加一些重金属元素进去 那当年的科技水平呢 可能未去到那个level 那所以呢 那所以他们呢 就会将一些 硫黄啊 烧石啊 然后木炭啊 那然后不停是这样练 然后再扔一些淮山杞子 道众巴结天 可能他不知道的 接着呢 就练完一样东西 然后就给皇上吃的 那所以 皇上给你吃完 是不是真的假的 搞错了 是啊 所以我也在等着 现在有一些名医呢 就会练一些丹 给我们现在当今圣上的 那如果他真的可以 吃得到 那就大家一家大欢喜啦 那但是这个就是外丹 那就是我们是透过外面的天主 然后呢 做了一粒丹出来 好了 内丹呢 就是说修炼器皱的 然后呢 做运动的 然后呢 自己的身体的丹田位置呢 那就收了一个能量点 而这个能量点呢 就可以散发给你的深江脾沸身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以长寿延年 好了 那但是这个是古代练丹的方法啦 那但是现代呢 我们如何做一种药物呢 那种药物呢 我们通常呢 如果最方便应用呢 就未必是一个粉剂啦 是 因为有些朋友仔 接受食用 食用我们 无论是中医师厨方 啊 我们以配方 啊 以不同的药物的配五 好了 我如何去 for example啦 我现在的 呃 呃 这个的解走药物 我们首先呢 如何去选择 股方好 还是时方好 那这个呢 是两样东西的 股方就是一些 譬如康代的 一些名医的一些厨方 是 是 唐代明代的 好了 接着呢 它有一个方底的 那这个方底呢 成立了之后了 那我们呢 就会用回欺胖的比例 然后呢 就将它会变成了 浓缩中药 或者俗称药粉 然后那个药粉 我就会按照 譬如呢 我一粒的药丸 我有375mg 我们叫0.375g 的一粒小丸 好了 它里面的比例 如果呢 股方是 for example 占50% 好了 接着另外的50% 我要加什么呢 我要加的就是 我想达到 清肝的 我想达到 解肝毒的 我可以达到 某一些科学 验证了的成分 是对于肝状有保护 甚至是对于解走 是有力度的 接着我们就会用回 我们包括了 好像我们的制方 我们就发现到 啊 除了股方之外 原来呢 印度的姜黄 韩国专利的积据子 它会有相对的效果 是可以保护你的肝状 所以这类呢 加进去 接着我们再加一个 叫负刑劑 负是负语的负 负是形态的形 这个负刑劑呢 加进去 就会令到原本的药粉 即是浓缩药物 它可以相对均匀地混入了 在那个375mg的成分卷子里面 好了 接着呢 那个成分呢 一定是不多于10% 是 那这个负刑劑呢 它就会令到 相对均匀 平均地分布了 用那个牌装机 那个药物的牌装机 然后进入那些胶囊里面 然后 我就会计算 那个股方的比例 和那个姜黄 和那个积据子 那个比例 然后呢 计算它每一天 每一个人 建议的食用量 好了 接着 如果你想达到清肝的效果 或者去保护肝臓的效果 可能每天要吃4个 好了 然后呢 成为它本身里面的 单方时方比例 和股方比例 好了 如果你只是想 令到你自己 没有那么宿醉的 或者是瘦白一点的 那样醒一点的 好了 或者令到你可以多喝两杯 那你可能只吃2个 那所以我们就会按照 股方与时方 或者一些经过验证 和实验方法 证明那种药物是相对有效 对于那个肝臓有保护 然后我们就用回相对的 粒数的剂疫 那这个是很容易去处理 同一时间 对于大部分 它不需要有很专业的医疗 的资讯的人 那它可以恰当地 认识到那个胶囊 然后用胶囊的粒数 用来计算那个相对比例 那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做法 这个我马上有个问题 会挑战你一件事 那在这么多集 他们大夫中医教育室 你都说每个人的物象都不同 身体状况都不同 不可以乱复一些忠诚药 或者一些OTC 一些over the counter的药物 这样 都要了解你的物象 那现在你用这个 它是杯杯清 那不就变成了 好像跟你之前说的 有少少远远的 那我原来拍两个拍三个 那我需要看中医 那我拍这些就OK 那其实你是不是可以用 一些不同的汤 都可以是出这些的药 出来 不看中医都可以照拍 那有些奇怪的位置 会不会呢 那我这个呢 要用一个 Fashion Design 的一个 比喻 来说 当如果你有条件 和有能力 要去 控制 譬如 我今天想穿那件衣服 我要穿得很漂亮的 我要去见Elon Musk 我要去见Donald Trump 我要和他一个 国宴很重要的场合 那你就应该要 你一定要找一个 专业的设计师 是的 采访 然后呢 就帮你整一件 真是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的 一个晚礼服 然后出着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这个衣服 这个设计 那当然是 真是和你量身订造 你以为啊 今天是34寸的 然后全部都量了 这个真的是 采访式 针对你的身体和体质 的药物 所以中医师 就会按照你 当时的体质 和身体的情况 可以作出这个 好了 在服装认识里面 那为什么现在 买衣服 成红成糞 可能那件衣服 大中小马 可能总是 不是很适合你的尺寸 但是 你又想达到 相关 那个 效果的 我看到特朗普 我都不算很失礼的 然后我 那个西装 我要相对贴身的 那你就会买 ready to wear 那就是我们叫做 成衣了 那成衣呢 就是 虽然 他不是中了你的体型 你的身体的结构 然后呢 就很英俊 那样出场 但是起码 那你都不会失礼的 那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 解酒 护肝 这些我们叫做 类似半食品 以及半功效性的健康食品 健康产品 我们就是需要 可能用一些很简单的 OTC 就是ready to wear 是同一样理论来的 如果你的身体真的出现问题 或者你有症状 你真的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症状 你已经有一个病症 那你当然是找个医师 找个医生 帮你开一个 配方 那这个配方呢 就真的去控制你的身体体质 以及控制你本身 现在患上的疾病 好了 但是你如果要控制一些 很casual的一些 日常的生活的状况 包括 好像 哎呀 最近喝酒多了 又想保养一下 那这些就是ready to wear 就是OTC 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明白 刚才你说的那个罪型剂 那是现代的一种技术 但是我看一些武学片 就经常在 喂! 诗者 吃一粒七步围围单 你包你 打通任督耳物 那诗者吃完之后 就两协 就是这个匪虹 然后就是春深浪漾 然后就是水蒸蒸的眼神 嘴角又含春 看着尸体 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看到那粒 可以像墨堤沙 那为什么以前的古丹 就像墨堤沙 没有这个罪型剂的时候 怎么用什么 弄到那些药物 就变成粒堤沙呢? 这个是好问题 这个我们好像之前都比较少说的 因为现代 我们的胶囊capsule 里面的负堤剂 是我们是一种化学药物 可以说药物是一种 食用的分子 那种叫硬脂酸味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很松散的 一个粉剂 那个粉剂就可以吸引到容易进去胶囊 好了 这个就是现代的 好了 有一些 就以前古代 我们就叫水丸 和物丸 水丸 其实它的负堤剂很简单 如果你能够保持到它的保质期 其实你用水也是一个负堤剂 它会将全部的药物 的粉 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 然后就不停找个 出了周身汗的师傅 然后就真的用两只掌心 穿出来 是的 那当然它的脑泥 是不是会变成大环丹呢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以前古代制丸 确实是这样的 插 好像插面粉 然后将它会变成一个很粘的状态 然后就加一点水 然后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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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那些丸 就会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风光 好了这个用水 另外一些 譬如它本身的黏合度比较低的药材 就会水 加蜜糖 然后就水 物盐 然后就黏在它一粒 所以以前古代制制 或者我们现在现代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牌子的 譬如正路远 譬如一些保制 就是了 那一类呢 其实它现在用机组 但是其实它的原理也是一样 它未必加蜂蜴剂 它要加的 很多呢 现在反而是加了一些 叫做防腐剂 因为它始终本身 里面的成分 都是植物类型的取材 所以它怎样都要加一些 山尼酸 山尼酸就是食物的一些防腐剂 那它就可以令到保质期 可能由 如果有一粒丸 可能只可以放一两个礼拜 那它就可能放得更长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用水 和用蜜糖 用来蜂蜴 然后令到它粘合成一粒 方便应用 这一类就是以前古代的地方 但是我想问 那你现在就说 就是把它练完之后 就是为了熬到它 就是把它的水分 就沸掉了之后 就变成固体 然后再变成药粉 但是那些以前的药丸 那那些是什么来的呢 是否将药材刮到很烂 还是怎样 还是要将它熬制完之后 再让它 剩下的药材 干液了 刮碎变成粉 然后再吹在一起 我不明白一个概念 那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那以前那些药丸的制作呢 真的没有你后者 你刚刚说一下 后面可能是 那些药丸的药丸 然后再浓缩 再浓缩的技术 其实是日本人做出的 那当年呢 就是日本 俗称侵华的时间 那它的军队行旅 那它就想吃一些汉缸中药 譬如它水土不服的 那为什么会有行军散 或者正路远会出现的呢 那原因就是 因为始终 就是日本人 是一个漂亮的祖国 然后呢 去到一些深山野岭的时间 容易山南脏气 跟着呢 就会呱呱吐痛 那就没有办法去继续作战的 那所以呢 他们就会做了一些 以汉方中药的成份 然后呢 就混合 然后呢 就很方便这样应用 好了 但是呢 这个剂营呢 究竟它是 怎样做的呢 以前 真是再远古少少 譬如明代以前 宋代以前 他们的制作方法呢 就没有dehydrate 它就是真的 将那个药物 硬碎了 然后呢 就再用那个药棕 当当当当 就是那个药棕 然后中碎了 然后呢 再将那个 成份 按比例 混合 混合了 然后用一些水 或者蜜糖 然后呢 搓圆 搓圆之后呢 它就直接 可能一日要吃的量 很大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变成粉 它是一比一的浓缩量 那么它只能够用回 如果我 譬如平日 是煲汤的 我可能 哇 那煲汤啊 几两 几两药材的 所以呢 它一吃可能吃十几粒丸 好了 但是现在 现代的技术 日本人制作的技术 已经提升了 它可以去到 1比5 或者1比10 的分量 所以你只需要 吃很少的量 可能 你吃三粒 五粒 你已经可以达到 那个本身劏方的剂量 那么这个剂量呢 就可以 比较更加方便去应用 那么 所以这个呢 也都是有例 当年呢 日本的医师 日本的科学家 去研究了 这一类的剂液 有很多人朋友呢 就会觉得 浓缩药究竟是不是 那个效果 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同一样的制作方法 现在你喝咖啡 你想去的 你去某一些的 咖啡的专门店 你去弄一杯 那些 那些 你弄一杯 那些 那些就真的 用漂亮的咖啡豆 但是 大部分的朋友 其实都是在喝那些 三合一 啊 然后那些咖啡粉 那些咖啡粉的 副营的方法 其实就是 跟我们的中药 和我们的药物的 refy 我们将它 浓缩 然后变成它 粉末的形态 或者有些朋友 会喝奶粉 比如小朋友 妈妈 没有乳 已经摘不出了 然后呢 就 每天 寶寶喝奶粉 其实是同一个制作方法 所以它的成分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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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他命 或者它 本身的 有效成分 都是保留 在那些粉末里面 所以 我们不是去挑战 这个浓缩中药 的剂型 的改进 而是反而 反正 我问 你个人 为什么每天 还在那些 某些品牌的 这个浓缩咖啡 每天都喝两三杯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问我剂营和那个药效仍然都是以科学的精神来看 既然它的分子结构和有效成分 都是保留在那个泡沫里面 其实你摄取的,你吃到肚子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剂营怎么转化呢? 变成粉末,或者搓成丸,或者进化妆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配方 如果是对的,那你摄取的就是对于你的身体 能够相对有一个作用 作用就是你要提神的 那你难道去专门店咖啡豆 冲出来的咖啡 和你浓缩咖啡 你一样提神 咖啡豆 黑心的 咖啡豆 咬碎了咖啡豆 其实有时候我吃一粒咖啡豆 都挺好吃的 味道很浓烈的 你也是吃回肚子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 剂营 或者你想摄取的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无论固体,无论液体 还是粉末,其实没分别 通常你要练一只的药 或者你要推出一只药 你通常要多少转 你才可以达到你的效用 那你怎样知道 练出来之后 交了一个方 给了药厂 喂,你大夫,行了 首先我们的灰灰青 已经出了我们的初刑 你都要肆虐的 那去证据它的成效 做法,你们会怎样做的? 其实呢,我们就未去到 比如美国FDA的水平 真的没可能这么严谨 但是呢,我们会在 原本的理论和方的砌 我们怎样砌这个方 我们一定要很精心地 要按经据典 我们要找到全部的证据 还有我们全部要找到 一些安全的食材 或者一些香料 或者一些药物 然后呢,再有它不同的认证 然后我们要通过全部的法制 无论是生产的国家 和销售的国家的法制 这个是最基本的 第二步 好,简单一点 大家容易明白的 就是,我首先要神龙常白草 我自己要吃 我自己要了解弱性 然后我们就要找朋友 好了,那个朋友 是有相关的问题和他的需求 然后呢,我们就会 好像双盲测试这样 或者是单盲测试 双盲的意思是 吃那个人都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 嗯 还有呢,给那个人都不知道他是给维他命C 还是给其他人 好了,但是我们丹盲的意思就是 我们给他,我会跟他说 啊,总之 你先吃了这个食材 你吃了这个维他命 然后呢,你就再写个报告 你再告诉我 好了,你照他喝酒吧 他起码知道 这个是跟喝酒有关的 或者是跟护肝有关的 对肝的机能有关的一种食物的 好了,然后就 再给一群人 但是那个控制群 我们就是 一边是有喝酒 有吃药 一边是有喝酒 又没有吃药 最基本的 那么这个测试呢 你可以用10个人 或者30个人 或者50个人 来做一个鉴定 当这个鉴定确定了 然后我们就会把有效率抹下 然后呢 他一定 真的没有去到药物 药物级别是不同的 药物是要过统计学的 我们叫P 要小过0.0 那个统计学的意义 但是 基本上一般的健康食材 对于身体有 有一个改进的呢 其实呢 你的有效率不用多的 90%可以了 就是我们大概 用90%来做的 OK 哦 都要这样去搞 那就是你 由搞杯杯清 由这个概念 去找对药物线 去找对药物线 去改变你的 这个计划 然后做到 这个照片 出来 然后再找人去试 你用多长时间呢 或者我不特别针对这个健康食品 正常这个呢 就不算很久的 三个月至一年不等 但是呢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是希望去无存清 我们希望再不停地 在那里 我们要打板 我们要先打板 基本确定 好了 我现在设计了 我们找了很多股方 找了很多有效成分 ABC三个 哪个是最高 最高的 最高的就是 出动的了 可以 明白 哇 真的 都搞了很大的 努力 有什么期望呢 你对你这个 新的 这个 这个 健康 健康 副食品 是啊 我希望 始终 现在 香港人在海外 因为我们现在 的 诊所 大部分都 还在香港 那在香港呢 大家相对容易 获得一些 健康食品 无论任何品牌 或者身体有少少毛病 例如你有些感冒 你可以找一粒 退消药 你吃了 相对好的 那因为 在未来 那个减变消费 有很多 朋友仔 都跟我反映 很多女士 身体有问题 是会看医生 看中医的 但是呢 有很多男士 就俗称 胃疾忌医 那他呢 可能身体有少少毛病 接着呢 他就觉得 男子按大丈夫 就不会看医生 但是呢 我们反而会鼓励 某些朋友仔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自己是健康状态 或者你 可能身体觉得 有点不太妥 那跟着呢 我们就不需要 去到 Tainer Make 我们可能 Ready to wear 我们就是 你用OTC 药物 你可能 保持身体的 基本状况 不会很差 那我们希望可以 达到到 在英国的朋友 在海外的朋友 有时他很难 相对难 得到医生 或者他本身 英语水平 不太好 那我们希望 这些 product 可以 保持身体健康的状况 那这个 也是我们未来 其中一个 发展的大方向 嗯 那就是可能 M痛又有一些 帮助 止痛的东西 或者一些 那些 可能在海外里面的 濕动 那些关节 肌肉 疼痛的交帖 那很多这些 idea 你都可以 在这一方面 去explore 嗯 希望可以 尽量做到 但是当然 又是那句 如果你真是 有一个病痛 你真是 有一个 相对难处理的 身体问题 在辩证令治的基础之下 我们一定 都是要找医生 但是 一些小毛病的 一些你想得到的诉求 那你可能 可以用一下 这些方法 可以缓解一下 或者帮补一下 那这一件事 就是一些 交通 距离比较远的国家 地区的香港朋友 都可以选取的option 那除了 这个护肝之外 你做了些什么 的产品 你在排行队 打算研发呢 那我们 第二步 那我们 就希望 可以做到一些 关节痛症的 一些外用的方 那包括 那我们会用一些 高贴 弱贴 或者我们 甚至 我们现在 已经研究 这个 我们 拿一条根 这是台湾的 特产 一只去风 除湿 活血化鱼的药物 就会制作成 一些 软膏 包括一些 滚筒状的 一些绿绿 就是好像 弯弯装 不知道什么 绿绿 然后呢 就会塗在 比如说 膝头痛的老人家 接着呢 我们就 扫在外用上 然后贴个弱贴 腰痛啊 颈痛啊 然后有发热的效果 又不是发烂的效果 就是那些 叫做良感 良感和温感那类的贴 其次就是 我们会对于 某一些年纪 慢慢增长的 朋友 他可能 他的身体 好像力不从心的 或者 好像 个人 没什么气血 精神不好的 跟着呢 我们就会 增加他的神气 补充他身体的 energy 和气血的混行 那类不同 类型的一些 保抑类的 我们都会 开始 准备陆续去 执行的了 快点 超哥等不及了 超哥 所以超哥 一定是其中一个 但是他是 控制群 还是什么群 他应该 我不知道 真的 药实 都无效的了 但是希望你的药 是神丹苗药 可以帮到他 解决他的问题 整气血 那方面的事情 是啊 他需要深度研究 所以我之后 就会寄过去澳洲 给他 好 等你再来 一个好消息 第二节 今天就和大家说 就是要开发一只药物 就是 过程 会是怎么样 那你都可以体验到当中的一些辛酸 和一些的努力 是怎样要付出 好 多谢列大夫 等你 那些药物快点推出面世 帮助到很多一些不同的朋友 OK 今天就这么多了 各位乐友记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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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